我沒有覺得侯市長的口才不好 我反而覺得他口才非常好 我們尤其在私底下碰面的幾次一些場合裡面 聽侯市長講很多事情 覺得聽得這個 我們都一愣一愣的覺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不認為他的這個口才不好 那我只是覺得侯市長可能 因為現在是在新北市服務 所以他可能講的東西比較跟新北市市政有關 我想這也是比較實在比較踏實的做法 這一點我也要了解 但我不覺得他的口才不好 我想問一下 大家好像對於這個題名的事情 因為一直都遲遲沒有時間表 而且非常焦慮 因為人選也沒有定下來 我可能因為我有兩個多禮拜 沒有遇到這個朱主席 或是這個黨中央的同仁 所以我可能也要過兩天去問一下 現在到底進展如何 不過我知道 就我知道黨中央的同仁 應該是還蠻認真的在 把所有一些基礎工作都把它做得盡量妥善 這個我倒是知道 因為據你所瞭解 剛剛主席是說這個人選已經準備好了 那這個準備好的人選已經出來了嗎 我不知道 這個你真的 這個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對於有意願要來為民眾服務的這些長輩們 然後前輩們 現在他們各自或是說他們的準備的情況怎麼樣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沒有機會去瞭解這些潛在候選人 他們現在的做法 不過其實基礎就認為說如果採遵照的話 如果不是完全內參民調來做參考 還包含其他因素 最後產出這個候選人 如果其他人不服氣會很麻煩 有沒有跟黨中央的 很抱歉 因為類似像這樣的訊息我都是從媒體上得知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真的假的 因為感覺上這個媒體的這個訊息比我還要清楚 所以可能也許我不是一個最好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要從媒體上才聽到這些訊息 我個人是不知道有這種事情 所以有聽到說要有這個非綠聯盟的整合能力 作為其中一個評斷標準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我也沒有聽過任何什麼各種各式各樣的評別標準 如果有的話都是我看報紙上知道 所以換句話講說媒體的朋友們可能訊息比我還清楚 所以其實不用問我 因為你們比我還清楚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事情 完全沒有聽過有這方面的訊息 因為其實蠻多人認為說接下來這候選人 很可能就是侯友宜市長 不過有人認為說他的口才跟他一些論述部分 可能會成為他選總統的一個硬傷 怎麼看 我沒有覺得侯市長的口才不好 我反而覺得他口才非常好 我們尤其在私底下碰面幾次一些場合裡面 聽侯市長講很多事情 覺得聽了這個 我們都一愣一愣的覺得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不認為他的這個口才不好 那我只是覺得侯市長可能 因為現在是在新北市服務 所以他可能講的東西比較跟新北市市政有關 我想這也是比較實在比較踏實的做法 這一點我也能了解 但我不覺得他的口才不好 因為剛剛主席的意思是說 就是過去只有單一候選人的話是5月 那在上一次2020的時候7月有點太晚了 言下之意是不是等於說6月的話有可能最快提名 但是因為民進黨最快在這週就會提名候選人 會不會覺得說國民黨的速度可能要加快一些 我覺得如果我們的 第一我覺得我們總統的候選人提名 絕對不能拖到像相志一樣7月 那是一個非常遲緩的做法 我個人堅決的反對這麼晚的提名 至於是5月或6月我覺得其實跟這個 一方面跟這個我們這個內部作業的這個效率有關 那我認為這方面就我了解 應該是大家都效率是在加緊的 快碼加一點在做這個事情 那當然也跟我們的候選人是否有這個準備好 我想這也是有一個 所以準備好就準備好參加競選的這些活動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就 我可能沒辦法替我們這個候選人來回答 但是我認為總是要考慮這兩個不同的 層面的問題才比較妥當一點好不好 那現在候選人 人民還沒出來 那讓基層交流呢 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比較擔心說 目前為止我們這個候選人還沒有確定的話 那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幫助你心目中 理想的候選人就是幫他造勢也好 或是幫他這個來這個不管是辯駁也好 或者是發聲來支持他也好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那另一點來講就是說 也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 趁這個時候去交朋友 就是為國民黨整個黨來爭取我們的支持者 因為總統候選人只是一個人 還有很多立法委員候選人 還有很多不分區的這樣子投票 明年不是只有投一票要投三票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也可以努力一點 去爭取更多民眾對國民黨的認同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光在家裡焦慮 不如出來去外面走走去幫忙 實際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比較實在一點好不好 謝謝 請問候市長到中常會有可能會跟他提到 這個參選的時程跟交的時程嗎 我不知道明年候市長要中常會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抱歉 謝謝 謝謝 我想再請問一下就是 韓粉劉加昌說他要 他給國民黨公開信說 他拒絕韓內同朋友贏意怎麼看 所以這就是我講就是說 對於有志於要為人民服務的這些候選人 我想可能必須要 也必須要做好準備 然後面對各種社會上的挑戰也好 或者是一些大家的疑問也好 可能要想辦法能夠說服大家說 他是最好的人選 那麼能夠為台灣也能為我們中華民國 做更多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每一個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人 你都必須做的事情 好不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